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德東顧 高伯傑 今天的盤視 很多事情我在 今天以前我告訴大家 那我不知道 你看得懂看不懂 來 直接談 今天你看到這個大盤這樣子 這樣子 下跌 今天是一個下跌盤 你會很懊惱為什麼今天會這樣一路 10點以前一路殺 而且殺的量非常大 今天外資賣了66億 賣了66億 這段就是外資殺的 好 你今天看到這個情況之前 你能不能領先知道說 前兩天你可以看出來今天會怎麼樣 我前兩天節目上禮拜一有告訴你說 這兩個圈圈你要看得懂 這個拉起來它會這樣殺 代表什麼意義 昨天我也告訴你說 如果你看它拉起來它會殺 那代表什麼意義 我昨天已經告訴大家 這叫做又多盤 這叫做有人拉高再做一個出貨 但是基本上如果這兩天你看到行情往上漲去追 尤其是昨天你進去追股票的話 今天一開盤會怎麼樣 它直接灌下來 直接灌下來 直接跌下來 有時候我認為股市真的非常險惡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看了懂這兩天的盤面上的一個變化 你會跟我一樣會心一笑 我覺得 這股市真的很險惡 特定人控盤者在玩什麼遊戲 你看得很清楚之後 你就不會覺得說今天為什麼這樣跌 好 尤其是這個今天賣了66億 賣了66億 好我昨天有告訴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昨天直接跟大家講 這叫昨天漲60幾點是一個回光反照 也就是大跌之前的一個前照 我昨天跟大家講過 用一段花了一段的時間告訴大家 裡面的結構不對 好當你今天看到了 跌下來 今天跌了51點 我請大家注意 如果你還是沒有把這個結構搞清楚的話 我擔心很多人 可能來不及因應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我請大家看這個位置 請棄好這個位置 請看好這個位置 等一下我會用得到這個位置 好 我說先談台積電 我相信這兩天你打開節目 打開電視節目 財經新聞節目 都在談一件事情 台積電 今天 兩段式的殺法 居然收最低 兩段式砍殺 這是誰的傑作 當然是外資嘛 外資在為什麼會砍 今天的消息 來 這個蘋果日報的消息 直接把這個利空拿出來講了 拿出來講了 所以今天外資砍殺 你知道外資的陰謀是什麼嗎 好 當他今天 來 當他今天 跌下來 即將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請記住 請記住 但是大盤呢 再看一次 他已經來這個位置了喔 那大盤呢 大盤的這個位置在哪裡 在這裡喔 你記起來喔 好 好 好 回過正題喔 這兩天大家看台積電節目在討論 台積電 一些消息面的 狀況喔 這個啦 都在談這個 我不跟你談這個 為什麼 因為這已經是落後 當 跌下來之後才談這個 沒有意義 是沒有意義的 來 11月27號 去年11月27號 我說墓碑十字 他反轉訊要出來了 來 經過了 一個月 應該是說 兩個月的時間 你們在一個多月以前就知道 他要回黨了 你那麼知道 而不是現在很多人在討論台積電 那個叫馬後炮 沒有意義 我測標寫 記住面永遠領先消息面 12月19 反彈上來我告訴你 還會再下去 還會再下跌 好 再來 12月30 反彈到這裡的時候 我告訴你說 小心 沒過高原因在產業喔 產業有問題喔 我提示你喔 我沒有內線 我只有什麼 技術分析 我沒有內線 我只有懂技術分析 好 那我也花了一點時間說 產業在這裡 問題在這裡 中國的崛起 在這裡 當你看到台積電ADR破這個低點之後 很多的事情 找在這裡的時候 我提示大家跌下來 那大盤會不會受它的影響 會嘛 所以當你今天看到了大家在談這個 財經節目在排排座 昨天晚上就很多人在談台積電這個狀況 我覺得 我覺得你去看這樣的節目 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幫助 甚至你事後在討論的時候 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幫助 如果有幫助當然是要事先講 當你看到這個 大家在談這個沒有意義 而是你事先如果能做這裡 跌下來的話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賺錢 你可以利用它賺錢 你可以利用它避開大盤下跌的風險 所以當今天大家在談台積電的時候 我告訴你 技術面永遠理線基本面 因為 你沒有消息面 那很正常 我也沒有消息面 但是我有什麼 我有技術分析 裡面可以告訴我結構邏輯 知道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透過技術分析 如果你 雖然 懂一點技術分析 但是你看不透的話 那代表一件事情 你學得還不夠精 你還不太會用 那代表你在這股市當中 你還是存在很大的一個風險 好這是台積電的部分 但是我請教大家 現在 這個行情 這個行情你不要做錯方向 你不要做錯方向 我已經 這個位置我剛剛已經點過你 台積電已經回到這個位置 隨後大盤隨後會跟上 那你不要做錯方向 除了台積電已經領先下來之後 你還要注意 重量級的股票 可能會是拖著大盤往下走的一個主因 唉 這叫紅海 這叫紅海 我只能講 消息面永遠領先反應業績 為什麼它會從這裡跌下來 比大盤弱勢喔 大盤還在這個位置上面喔 還在這裡喔 它領先下台的意義是什麼 好 頭肩頂行帶 技術面可以告訴我們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 技術面 股價會領先反應業績 業績 那它現在在這裡 很多人認為說基本上要反彈了 少買一點 基本上你注意看 技術分析有告訴你 這裡 漲上去有一個整理之後還會再漲 相對的反過來 我要下山的時候 下山休息一下 還會再下去 這就是 技術分析告訴你的 所以你要避開堤防紅海 還有另外一波起跌 我一直講很多事情 我都把事先告訴大家 留證據告訴大家 為了目的是什麼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對你有所幫助 當你今天看到了 華碩大跌4% 你今天大家都在談論它 談論華碩 但是你能不能在還沒跌之前 你告訴大家呢 當今天看到大跌的時候 很多人開始放馬歐炮 在講 當今天看到大跌的時候 但是你能不能事先知道說 外資即將賣了 今天他賣了多少 3000多張 3000多張對華碩來講 是非常多的數量 你能不能領先知道 外資要賣呢 如果你能知道 你有華碩你可以避開 如果你要放空的人 你也可以去做一個差價 1月7號 我說外資買了一年 你提防外資開始轉賣 你提防它可以轉賣喔 我事先講1月7號 我事先講了喔 1月10號我告訴你 它持股這麼高 你小金變成外資提款機 什麼叫外資提款機 就是賣股票變現金嘛 那今天跌下來 大家都在講 很多事情你把技術分析學好 你就知道外資接下來會怎麼做 所以我一直提示大家的事情 一一開始發生 你真的要非常謹慎 來 昨天大跌的華雅科 今天繼續跌 好 你同樣的 把今天早上電視財經新聞打開來 都在談一件事情 報紙寫這個 寫到說 對華雅科 南亞科業績可能造成 當你今天看到它下跌之後 你能不能領先看到它還沒下跌之後知道呢 我相信你看我節目就希望能夠 事先跟你講會發生的事情嘛 來 1月5號我告訴你 外資買完了 量價背禮的 我從技術面可以知道接下來 會有什麼事 我沒有消息面 我不認識這些記者 但是我有的是技術分析 我有的是我的專業 我直接講 美光下去了 整被你今天公過一群的衝擊 我事先講了 1月12號我還是跟你講 小心成為外資提款機 結果當你看到今天消息出來的時候 你才警覺不對 或甚至你想去放空它 或是你已經套牢了 外資連賣 兩天超過萬張 但是呢 如果你看得懂你可以在裡面 吃外資豆腐 賺它的差價 雖然我是在這裡放空的 好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你 在今天大跌之後呢 你想要放空但是 會空 基本上也知道哪裡會反彈 會反彈 會反彈 如果你要放空 等下一次的 放空點 那哪裡是下一次的放空點 你想要跟上的話 你可以 跟上我的腳步 好 好當你今天看到了 今天外資賣超第一名是台積電 這也是我這一陣子 每天持續告訴你的台積電 賣了2萬4千張 友達也是 華亞科賣了1萬張 鴻海 繼續賣 華碩3000多張是它最大的喔 是這半年來最大的量喔 很多的事情我都一一講在前面 好當你看到外資你開始相信說 對我之前講了你要提防外資在提款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 當你鴻海台積電 華亞科看到之後還有什麼華碩還有呢 請注意看這個 iPhone 6退燒了 iPhone 6退燒 所以 鴻海為什麼會跌 好那接下來呢 還有什麼股票是高高的外資要賣呢 那你就要注意這個 iPhone 6退燒那會影響誰 這叫合碩你看 外資買了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 從技術面可以知道 他突破前高 新高的時候量價背離 我只能這樣講你提防外資轉賣 他買了這麼多一賣下去會怎麼樣 我直接跟你講 鴻海的翻版 鴻海的翻版 好很多事情都跟你講了 今天跌了51點 我認為只是剛開始 但是呢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放空的人 你要跟上我的腳步的話 還有一次機會 要空什麼股票 還有什麼股票會大跌 什麼股票你需要避開 外資會砍什麼股票 我們下個階段告訴大家 我們下個月的盛宴 幸福的劇場 會說話的好房子 銀口第一號宅 全新勞工 National 國家一號 6688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部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請先約 拍手啊 站你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不知道有人介紹 他屬於有創造的粉 是水的 就那啊 故意是對阿娘介紹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煙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煙 交油泥古丁 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還逃漏煙酒稅 以及健康福利捐 三點一 豬健康不充滿 失業焉 雖然今天是一個下跌51點的盤勢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會跟你談 所謂漲停板的股票 我們就來跟你分析一下 漲停板的股票 今天什麼股票漲停板 華裔 當很多人在跟你講華裔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知道 而不要受到影響是什麼 今天為什麼會漲這種股票 因為 他是這一陣子來 破底的股票 弱勢股破底的股票 在進行跌升反彈 那為什麼會破底 就跟他的業績有那個關係 前三季虧損 去年還虧這樣子 連續虧損的公司 當然股價會 破底嘛 好 這不是我跟你談的股票 而是 他帶動了誰 遊戲類股 那他帶動了 又另外一檔股票漲停板 叫星象 我要跟你談的是他 他今天被華裔帶動漲停板 好 我請他先看這張圖 星象今天漲停板 但是呢 我的頭部很大 你仔細從這一看 從市幾塊漲到180 漲很兇 我請大家看 我要跟他談美率 投資朋友去年還知道我 去年的代表作叫美率 來我跟他談美率 美率 這段下跌是因為 這裡頭部形態這麼大 這是我去年的代表作 那回想一下 當初他還沒跌之前 我們不要看這裡 我們看他還沒跌之前 是什麼狀況 來 8月29號我告訴你 我在東升節目告訴你說 美率 他很會漲 他四幾塊漲到180 真的很會漲 但是我覺得 月可以力量跤向下了 這個股票不對勁了 我直接說不合理的話 股票很會跌 這是月線 再來 9月11號我說 這個頭部形態 這麼大 他是假貴婦還假富豪 他是講真的講假的 很多人 為什麼會漲這麼一段 是因為 大家預估 法人預估 他EPS會超過10塊錢 來 結果 他上半年只在3塊錢 3塊而已喔 你說要賺10塊錢 那代表下半年要賺6塊以上 但是呢 我們看統計數分析看到不對 那我去年也這樣做 這裡 他彈起來的時候 瓶狀新高的時候 我佈空 在他急拉的時候 我進去佈空 好 為什麼我敢空他 因為我認為基本上 他漲得不合理 因為 到年底你要兌現說 到底你能不能賺到超過10塊錢 結果呢 結果 去年 跌最兇的就是這種股票 崩跌 崩跌下來 進行主跌斷 領先大盤進行主跌斷 為什麼 我說了嘛 你碰空 如果你繳不出成績單 你一定會面臨修正 結果他前三季只繳了5.19 距離 大家說 10塊錢以上 你覺得一季有辦法賺5塊錢嗎 結果被修正 被修正 好 你看到了這個 你看到這個美率的狀況 好 你看到美率 他的下跌 你要很警覺 我現在重點要跟你講 要跟你講形象 來 雖然他今天漲停板 我跟你講 來 他的月線 你看喔 他也是從4億塊漲到180 月KD交叉向下 很會漲 沒錯 跟當時的美率一模一樣 很會漲 但是月KD也是交叉向下 當時也是這樣 還沒跌之前 還沒跌之前 都是一樣的狀況 好 那當然我們要去看他的業績 來 我們來看他的業績 前三季 他賺了2.51元 好了 了不起第四季 給你賺 總共上班 全年度賺5塊錢 5塊錢 美率還曾經賺 美率前三季還賺多少 5塊錢喔 那他 前三季只賺2塊5 那請教大家 是不是跟當時的美率一樣 是不是跟當時的美率在這裡一樣 碰轟呢 是不是 人家真的有賺5塊錢 再180 跌下來 那你只賺2塊多 2塊半 今天了不起5塊錢好了 你本益比 你這個遊戲股本益比 給你20倍 給你20倍 你是不是 漲得太超過 太不合理了 所以我說 當你看到星象的時候 你要注意想想看 當時 美率 是怎麼跌下來的 當時的美率是怎麼跌下來的 那為什麼美率會跌這段 就是因為 醜媳婦要見公婆 他的成績單繳不出來 他的成績單沒有法人預估的10幾塊 那就要面臨修正了 好那我回過頭來看一下 美率如果 如果當時在這裡 那你覺得未來會這樣跌的話 那你覺得是不是你的機會 那你 今天星象你看一下 他也是從這裡漲上來 漲很標很兇沒有錯 那他在反映什麼 他在反映那個 應該是說 他的業績成長性 應該是說你看 他去年度的業績成長性 他是 已經反映了 也就是說 他這一段的上漲 已經反映過了 反映過了 那反映過了要合理 合理是什麼 前三季2.5 那全年度 你覺得第四季有辦法賺2.5塊嗎 如果你今年賺4.5塊5塊錢 那你的本益比你目前為之是多少 150 150 那是不是跟 美率很像 是不是跟美率很像 這就是問題了 所以今天在 漲停板很多國家漲停板過程你要去看 華益是跌升反彈 他反彈後還會再下跌 那有些股票是被帶上來的 但是呢 因為 星象的頭部這麼大 從6月 6月份開始 到現在 逐出了一個半年的頭部形態之後 現在呢正在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位置上面 好 那你看喔 好我們拉近這一段 緩緩跌 緩緩跌 忽然間急拉 緩緩跌 緩緩跌 急拉 你有看出什麼特色嗎 就是這個 我講的 空頭的特色 在頭部要下去的時候是緩緩跌 急拉就是一個叫做 緩跌 急漲的空頭特色 好 所以說 你從這裡來看 這條均線在這裡 在這裡 跟當時 美律一樣 我再把美律整理給大家看一下 在頭部的現象 我們透過技術分析可以知道 當均線在橫的時候 只要它一跌破 一跌破 時間到了時候 它就會快速度的回檔 快速度的回檔 這是巴葉理論告訴我們的 好 那當 美律在這裡 在這裡 當正式跌破的時候 因為它橫在這裡 當它跌破的時候 你看它速度是不是很快 當它跌破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速度很快 沒錯吧 這一段就叫 阻跌段 這一段就叫做 阻跌段 阻跌段是非常可怕 非常恐怖的那一段 所以我說啊 如果阻跌段來的時候 你能不能因應呢 而不是今天看到了 股票漲停去追股票 所以很擔心你 今天看到股票漲停去追 這種小型股 那我擔心說 很多人會跳入這樣多頭 阻力的一個陷阱當中 那你要透過技術分析知道說 很多的東西 它是會去驗證 為什麼股價會下跌 我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當初 美律會下跌 它也是拉起來啊 有沒有 漲上去 忽然間拉起來 但是很多人跳進去買 但是呢 它的業績 你去搭配 你要去看 它的業績 有沒有跟它的本益符合 如果不符合 它就是一個頭部現象 那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要怎麼做 而不是去追買股票 結果呢 一個下來 你不要看這裡 170跌到100塊 這是 這是 基金腰斬 幾乎腰斬的情況 那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很多 盤面上有很多這樣的股票 你要小心 尤其是 全資股已經下來了 接下來很多的阻力 開始要拉高出貨的過程當中 你應該站在賣方 而不是去 而不是去追股票 所以說 如果你手上有持股問題的 如果你覺得說 你不知道怎麼錯的 或者是你放空 你不知道怎麼操作 而是空錯那個位置點的話 我相信我可以幫助到你 你也可以把握這個計劃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把握我們等一下的 下面的電話 跟我們夫人做一個聯絡 本部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好 誰說了散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Works okay very good 我是Dr.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皮變成抗肉欲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示範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吧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得投顧 當您投資資料索取消息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投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 專業投資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得投顧 黃金雙捷運 五站到達安 南視角生活圈 台北時尚 一致三房 2948-6777 下沙下沙 只要四折 風天雷滿意送單感 回饋大放送 即日起參加風天雷終極食物翻專案 讓你可以學到風天雷的關盤技巧 逐步掌握操盤金要 了解更多請速播 0223653255 PTW國際建築團隊 雙捷運精品飯店宅 台北時尚 南視角捷運站旁 294